新北新莊一家老人養護中心的家屬透露 5月16及5月19機構接連傳的內部有確診個案 就地隔離照顧 自己的爸爸5月23號也快篩陽 但從確診到要視訊看診拿藥 醫務人員打了大約5家醫院就是排不到 直到打到土城醫院才能視訊 對此養護中心表示 因為陳小姐的爸爸有差比胃管 所以能夠視訊看診和取藥的醫療院所相對少 已經在當天就投藥 所有確診者也都及時用藥 而父親快篩陽屬青症 和其他確診住民同事 醫師表示確診者同房不會互相影響身體病毒量 病況也不會一樣 而根據統計5月24號共有900家住宿型的養護機構爆發群聚 其中燃營的包含3000多名工作人員以及7000多名的住民 跟前一天相比一天內增加了1000多位 而5月25號公布的76例死亡個案有兩成是機構住民 而依照指揮中心的給藥流程是由衛生局跟長照中心 找一間醫療院所合作 由醫師評估診斷並給藥 不會有藥做的問題嗎 目前我們還有幾個問題的收入 我們會做的問題 長照中心也盡力讓確診住民用最快速度視訊 看診取藥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